記者會中大有一張海報 頂頭寫著 勇士對外鄉的聲路 民進黨南道館長參選人理問中 今天是邀請萬民會前主委 外律師北林 以及還有外鄉的朋友 來到南道館議會 接近一張萬民政策發表會 一個現場最大的責任就是幫忙有需要的現民 那原鄉的問題比較多 那麼我今天邀請我們原住民的幹部跟朋友 那麼我做這樣的承諾 這個承諾最重要就是 把原住民當作他的土地的主人 當作這一塊土地的主人 第二個就是把原住民破解的需要 現場能夠優先來處理 對於萬住民的政策 立文中和會中是主張 作為主流化的市政環節 以建築環境部落的發展 同時將對如何提升 萬住民作為社會經濟環境的保障 立文中也特別提出境路 富有 建設 以及產業經營四大方向的各項措施 那麼這政策譬如說 我們的原民機長是應該由原住民來擔任 我們的這個跟原鄉有關係的這些人士 都應該用原住民來做優先 那麼原鄉裡面它的龍路水路 很多建立自來水道路危險 那麼一個縣長都應該最後先來處理 立文中也能發表會中基礎 那是可以當選管長 他們將能夠溫充成立國民團 每年來檢討萬民政策的市政狀況 每半年就縣長的承諾 那麼來做一個討論 每一年的年底 我都會就整個這一年 我們在仁愛跟新一鄉所做的事情 那麼是不是有兌現我們的承諾 我們都會做一次的檢討 我希望透過這樣的大家共同努力 那麼四年後 我們的仁愛鄉跟新一鄉 大部分原住民最迫切的問題 都能夠得到解決 會讓原住民知道民進黨的候選人 是最支持 最關心原住民的人 但發表會最後 立文中是當選擇市頂頭簽名 鄉前參與主委館的原住民朋友簽定客戶 代表今天所做的選擇 中的意義是現 會後 立文中也在北上出席的原住民朋友 向上討論相關的政策 以了解原鄉的訴求 記者說好看 蔡宏寶德